第1个就是也是一样在这个for回圈里面 这个for回圈里面基本上我们其实主要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产生乱数的地方 然后呢当他产生乱数之后的话 跑一个回圈去比较一下 所以基本上大概是 加上去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就是这个地方 那我主要是加这个度回圈 度回圈 那一间增加一个flag 那这个flag的话基本上就是说 度 那条件预设也是一样 这个booling 预设值所以我宣告在这里预设值他是false 那这个地方是一样产生那判断第一次不 这个不判断 基本上 再去比较一下两次 跟前面的部分比 有没有相同 如果相同的话就反复 基本上这一段的是从那个1101 那个热透彩那一体其实可以移植过来 观念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那就可以产生 没有重复的部分 OK这个地方的话我想各位可以 再试试看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就是说和洛之处这一题 那基本上 好像那个 你们和洛之处这一题是不是已经有 有大概 讲了讲的部分吗对不对 有试错了吗 还没 没关系 反正我就照我的方式来讲 你们这题目应该都知道逻辑吧 主要就是说呢 我们要产生一个什么呢 产生一个 阵列内不重复 出现反正就一到九 那这个一到九 无论你怎么排 他一定呢 横向 纵向 两个斜边总共八个方向 加起来总和全部都是15 这个就是所谓和洛之处 那也要把它输出 无论纵向横向 都是 15 那基本上当然做法很多 那最基本的我想就是说 我们 当第一个你可以想一下说那你要怎么样可以让他 八个面八个方向的全部都等于15 基本上我们可以 用个正列 正列的话呢 可以是一到九 的数字 然后乱数让他跑跑完之后的话判断一下 说各个八个方向加起来加总 是不是都是15 这个是比较笨的方法啦 不过 至少 逻辑上面的话呢 你时间会比较久但是至少我们写出来是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想各位先 好把这一题稍微想一下 那等一下的话我给 各位那个我的解法 给各位参考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